接下来要看的是驱动程式要怎么写 那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怎么样做输出路了 驱动程式基本上都是在做输出路的程式 应该绝大部分吧 你能想出一个任何一个驱动程式 它不是做输出路的吗 有没有人可以想到我好像想不到 任何驱动程式不是做输出路的 我真的想不到 因为这个就好像我想找一个不湿的水一样 有点困难对不对 因为驱动程式就是做输出路的 就我的概念里面应该是这样 所以驱动程式是一个需要 以对使用者而言 你如果Windows没有内建 你自己买了一个装置 那个装置很罕见 那Windows没有内建 你是不是要安装那个驱动程式 所以驱动程式对使用者而言 是一个需要安装的软件 所以对程式设计时而言 通常驱动程式就是用来 控制特定的输出路装置的程式 所以对一个周边装置而言 通常我们就会有一组驱动程式 那有时候Windows不用安装 是因为它为什么给你那么大一个光点 它把它所有收集到的驱动程式 就是全部都换进去了 然后看你电脑系统有哪些装置 它就放你的安装上去 好 所以对每一个周边装置 通常程式设计人员 就要写一组驱动程式 但当然现在有一些驱动程式就是 它还有一些标准界面像USB USB之类的装置可能就是 就是它一插上去 它还会做一些标准的处理 那所以绝大部分 有很多USB的装置 不需要再加驱动程式 因为它有水插机用的功能 但事实上那个驱动程式写在哪里 USB的装置的驱动程式 通常会写在哪里 写在那个USB装置里面 然后透过标准界面跟那个电脑沟通 好 接下来我们如果要为M0 刚刚那个电脑 就是那个很阳春 只有一个七段显示器 然后可以按钮 然后显示对应的字的那个程式 那个电脑 写驱动程式我们该怎么写 我就用诗语言来写 会比较简单 我先定义Byte 就是让它站在哪里 定义Byte 就是让它站在哪里 定义Byte 定义Byte 就是让它站在哪里 还是一样 定义 S17REG 就是那个气带显示器 站存器 就是这个 FF00 OK 定义 第一个key 第一个key 站存器 就是FF01 第二个key 站存器就是FF02 那定义key呢 就是把第一个key和第二个key組合起来 好 当然这样定义其实也可以啦 但是用我们刚刚那个short的方式定义也可以 反正只要能够存取到那两个会员组 你怎么定义没关系嘛 而且正确的安排的话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驱动程式里面写了一个Mac 这Mac做什么用呢 就是 0这个扭按下去 0这个扭按下去的时候呢 谁应该量 就是气带显示器的哪一个应该量 就是0对应到的是哪一个 什么样的样式就对了 比如说0 那到底哪些 哪些 七段显示器的量方应该量 哪些应该按 1应该是哪些量哪些按 2应该哪些量哪些按 那刚刚我们看到5的话是7、6 对 OK 所以这很清楚 那其实就是把它全部 那个事先准备好就对了 OK 那准备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还 刚这个是 七段显示器的对应方式 那接下来这个是键盘的对应方式 键盘的对应方式 如果是B0的键的话呢 应该是1 第一个键是2 第二个键是3 然后第三个键是加 像这样对应的把它先安排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可以显示一个驱动程式函数 这就是一个驱动程式函数 这个驱动程式还输出什么呢 SEG7-SHOW 这是我们提供你的API 未来程式设计师想要在七段显示器 输出一个字 输出一个0到9的字啊之类的 那我就写SEG7-SHOW 就是写SEG7-SHOW 然后那个字就 我说SEG7-SHOW 0 那就显示1 1才是显示1 好 好 SEG7-SHOW 2才是显示2 好 所以在七段显示器中 显示出C这个字 这个就是驱动程式 简单 这个感觉好像 没有很困难 但是它就是个驱动程式 因为我们的装置很简单 那键盘的驱动程式呢 通常我键盘的驱动程式 我就是要取一个键盘 对不对 所以我就写一个 keyboard get key的函数 然后呢 做什么是呢 就是 先把key图进来 这个key key key是个define 对不对 key这个define define的什么 key这个define 就是define的这个 ok 所以它其实就是把 F01和F02取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 两个byte的 的短整数 ok 所以 我取了之后呢 做什么是呢 就看 它到底哪一个位元之一 如果那个位元之一的话 就把它的key 传回来 所以呢 现在如果今天2被按下去 它就会传回2 如果是5被按下去 会传回5 减被按下去就传回减 ok 这就是个驱动程式 所以最后它会传回 是一个字眼 到底按下谁 但是 如果没有人被按下去呢 它就传回0 没有人被按下去 它就传回0 好 那另外键盘 还有一个驱动程式的减数 就是说 到底有没有人被按下去 如果按下去的东西不是0 就是有被按下去 好 好 那这个时候 M0 我们就可以给它写一个程式 烧在里面 这个程式呢 就是 如果它键盘被按下什么数字 我就荧幕上显示什么数字 应该不会说荧幕 激烈显示 我就激烈显示什么数字 好 那这个程式怎么写呢 就写一个无穷违圈 YM1 如果键盘没有被按下呢 就做回圈 一直做 做到什么时候为止 做到键盘被按下为止 按下之后做什么事呢 取得那个Key 好 取得Key呢 就是那个字圆 如果字圆呢 是介于0到9之间 我就显示在7段显示器上面 好 这个程式这样就做完了 所以你现在得到一个系统 迁入式系统 非常阳村的迁入式系统 这个系统呢 基本上就只有按下什么键 就显示什么 好吧 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对 那有很多 其实你像微波炉 微波炉其实做的 大概也就是面板上面做的动作 大概也就是类似这样而已 只是它有比较多的 它不只是7段显示器 它有一个液晶荧幕 下的 对 那当然你要传东西给液晶荧幕 会稍微微较一点点 但是操量太多 好 那另外微波炉 比较困难的就是那个 那个微波的那个控制棒 那部分会比较难 OK 而且那部分会比较有危险 所以那部分要显示一下 但是它是个系统 如果你今天想做个 很简单的 就是 迁入式系统 很多其实都有类似这样的 模式存在 只是 我们的太阳寸的一点 非常阳寸 好 那这里 我们这种方式 其实就是 因为只有一个装置 只有一个输入装置 所以不太需要 轮巡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输入装置 比如说你有键盘 又有滑鼠 又有硬碟 那就要轮巡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轮巡VS中段 输入的方式有两种模式 这种叫设计模式 不是指它的方法 那一种是轮巡 一种中段 轮巡是轮流询问各个装置 这是由CPU主控的 中段是在输入完成之后 利用硬体机制 就是那个硬体的那个中段讯号 来控制说要CPU 跳到某个位置去执行 这是中段 那轮巡和中段 两个的效能 会不太一样 一般来讲中段会比较好 轮巡的效能 一般来讲会比较差 因为它有一支轮流询问 一支轮一直轮 那有时候是在浪费时间 但是也不一定 有时候轮巡反而会比较好 因为轮巡是完全你自己安排 中段是不定期 那中段也会耗时间 那就看到底放在什么状况底下 所以没有说哪一个一定会比较好 那轮巡的机制呢 就是用一个主要的轮巡维圈 然后用讯息传递的方式来控制 那轮巡的实作方式就是 就是在最上台写一个很大维权 然后不断的询问各个章子 那像那个 比较早期Windows 3.0 就用斜龙式做空的 其实就是一种轮巡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个 比较完整一点的轮巡 这边我们写一个 Message passing 点H的标准档 那在这里 这里定义了什么呢 定义了讯息 定义了键盘 定义了滑鼠 然后呢 定义了这些函数 那这才是组程式 组程式做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它有键盘 有滑鼠 还有讯息 OK 然后呢 它说如果取得某个讯息的话 就处理这个讯息 显得还蛮抽象的 对 那取得什么讯息呢 到底会取得什么讯息呢 get a message 如果键盘按下 那讯息来源就是键盘 然后讯息的内容就是什么 就把它塞好 如果滑鼠备按下 讯息来源就是滑鼠 那讯息的内容就是什么 那所以最后那个讯息就是 到底是滑鼠 那滑鼠是 坐标是什么 到底是不是键盘 键盘坐标是什么 好 那所以就 就根据这样一个写法 那就每一个都处理一下 就好 好 那这就是 如果你 你的系统本身 没有中断机制 或者是你觉得 用轮循的效果 比中断好 你就可以这样写 好 但是呢 如果 你的系统 希望使用中断机制的话呢 那它就必须要有硬的配合 没有硬的配合 你没办法写中断机制吧 那它CPU必须要能接受中断 要有中断向量和中断处理程式吧 那这个技术呢 硬体回报的时候呢 会传递中断讯号 透过会流排 传递中断讯号 CPU 那CPU呢 会暂停目前的程式 不管现在在做什么 它就会跳到对应的中断指令上面去做 所谓的中断向量 就是一堆中断指令 一堆中断指令 放在固定的位置 那这些中断向量呢 那OK 我们 我们 只要在CPU上面加中断控制线 其实就可以做这个中断 那因为之前我们在 告诉各位CPU的驾客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驾这个 你可以自己修改一下 也可以加上去 那加上去之后呢 当中断讯号出现 它就跳到对应的中断位置 引发中断的机制 那中断的程式到底会长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个中断的程式例子 这个 中断通常 很多中断会放在 整个记忆体的最前面 那一段通常是维图记忆体 烧进去之后就不敢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像我们记忆体位置0的地方 是放ResetHead 重开机中断 次的地方是放BabyC中断 A的地方是放软体中断 然后 C的地方是放中断挺球 那这时候呢 如果是非预期中断呢 就 它的指令就是跳到非预期中断 那这样子会做什么事啊 非预期中断基本上会无穷回欠 所以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完全没有预期到 我没办法处理的时候 就让它当 就是这个意思 就让它当机比乱显示好 比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状况更好 让它当 非预期就让它当 那如果是软体中断呢 那就是先保留正成器 然后呢 呼叫软体中断处理函数 那如果是中断请求呢 就是呼叫中断请求处理函数 那这些处理函数呢 你其实就可以看你要用自义原写 还是用自义原写 都可以 那这些处理函数基本上就会 往往是会接受注册 就是你的系统呢 会接受一些 一些别人写的程式 然后来做处理 如果你在这边不是很简单的处理 可能会有好几种处理方式 就会使用这种表格的方式 如果表格有被点了 那就呼叫那个函数 那否则的话呢 可能说没有函数能定义 那这个handle的本身 又是一个函数字条 所以它是一个 是一个中断处理函数 而且是一整个表格的中断处理函数 那这里就会有中断 既然一整个表格就代表说 我可以填进去 我填进去怎么填呢 就是用注册中断填 注册中断 判出来填去 把这个handle 这个东西各位看到了吗 void star handle void 这又是一个比较高等的事议员写吧 这是函数指标 函数指标 函数指标 那所以呢 如果你用函数指标传进来 我就把它处存到表格里面 那如果要取消的话呢 就把那个表格的内容设成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写一个程式 让利用时间中断 让正名电脑从0数到9 到9之后呢 又变成0 又数到9 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要去加入一个时间中断 time is isr就是中断 那time 时间中断 时间中断做什么事呢 一开始count设成0 然后呢 count每次加1 但是呢不能超过10 所以要让它percents 那所以每次加1 然后呢 超过10它还是会继续计数啦 11 12 13 但是显示的时候呢 它只显示0到9 OK 所以它会先把它percents 就是对时取余数 然后再显示 OK 所以当它这样显示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在每次这个中断 函数被呼叫的时候 它就会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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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显示 所以就会跳 0123456789 0123456789 0123456789 然后呢 上面这边有 注册完之后 它会呼叫 CIRQHANDLE的会呼叫 每一个中断函数 只要你动完注册 我就会呼叫 这就叫做CALLBACK 回呼函数 不 刚刚 好像跳 OK 好 这个就叫CALLBACK 回呼函数 所以 透过CALLBACK的方式 你可以注册 然后请它呼叫 所以 接下来你看这个组程式 就会觉得很怪 为什么怪呢 第一个 我注册了中断 然后呢 我启动中断 接下来 我画有1 然后呢 回圈里面是空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是一个画有1 然后回圈是空的 是无穷回圈 为什么要做无穷回圈 因为这个中断本身就 就每隔一段时间 它就会被中断一次啊 所以虽然我这边是无穷回圈 一直在执行没有用的事情 但是这个还是会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被副交一次 所以它还是会从0除到9 这样 听得懂 所以这里的写法 嵌入式的写法 你会发现很怪 但是 如果你了解 你会发现很合理 又怪又合理 这个中断在哪里 这个中断在哪里 好 这里 放在TIMEIRQID里面 OK 那 这里 这里 Cyber.h里面会定义TIMEIRQID 比如说它是5号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呢 它注册完 注册完之后 你看 注册的函数在这里 所以它会把这个 放到5号的Handler里面 OK 放到5号的Handler里面 在这个CRQHandler的时候 它会对每一个 注册过的函数 通通都去执行 它的函数指标 执行它的函数指标 那这个CRQHandler 到底被谁呼叫呢 CRQHandler 就在这里 它是中断 梳理层次 对啊 中断梳理层次 那这个CRQHandler 它的标记是IRQHand IRQHand 被谁呼叫 IRQHand 被中断向量呼叫 也就是说呢 当有中断讯号进来的时候 它会跳到0C OK 如果是中断请求讯号的话 它会跳到0C 0C的这个层次呢 又会跳到IRQHand 它会保留占存器之后 呼叫IRQHandler CRQHandler 结果CRQHandler呢 呼叫每一个已经注册的中断 每一个已经注册的中断来处 然后呢 就跑到 这边来的事情 有点长 有点长 好 那 接下来是更难一点点的东西 启动程式 一个电脑你要让它启动 启动的时候 才可以用 但是即使是接入式系统还是一样 你最后插了电它会启动 插了电按按键会启动 那 这种启动可能是通常很难行 为什么难行 因为在它之前没有任何东西 在它之后你的电脑要能硬做 这种通常很难行 第一个 在它之前 电脑萤幕不会运作 键盘不会运作 所有东西都不会运作 你的程式 怎么写 写上去之后 你没办法输出 对不对 你没有萤幕可以输出 你没有 那 那 没有键盘可以用 那 那这时候你到底 要凭什么 知道说你的启动程式 运作正常 好 有一个办法是 我弄个输出萤幕 或者是之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电脑 开机的时候 它不是在跑那個欄 字幕的那部分 然后什么 或者 然后请按Delete 进入什么 图画面之类的那些东西 那些就是 它为了 确定启动程式 是不是做正常 所以它才会输出那些讯息 好 那所以启动程式会很难写 因为一开始 连 连那个没有 所以很多电脑 开始会有B 什么 到了那个B 它就知道说 原来已经执行到这一行 用听的 好 再来的话呢 有萤幕了 那就输出自理 走 OK 那现在执行到什么状况 那启动程式的任务 第一个 它要设定中段降量 如果你的电脑不用中段的话 好 启动中段机制 好 中段机制基本上 不是随时都一定 一定要做的 在某些时候 你会希望中段事项 比如说 你已经在中段里面了 这时候再一次中段 会让你的中段崩溃 所以不能够随时都 是可中段的情况 所以中段是可以抑制 好 第二个 它会设定 CPU和主机板的一些参数 让CPU和主机板 可以进入正确的状态 好 比如说CPU一开始 暂存技术 是要清空 层次技术 要设定为零 然后呢 好 状态暂合机应该怎么样呢 那堆叠暂合机 应该放 里面的值应该放多少 这些都是 启动程式就要设法 另外 比如说如果你要有输出路 那 驱动程式那些 输出路 那些 在启动完成之后 就可以再处理 那第三个 它要把永久属传体中的程式 和资料搬到记忆体 为什么 因为你的记忆体 RAIN 特别是随机存体的记忆体 它一开机的时候 它的资料不确定 那你的真正的启动的部分 会放哪里 放在ROM里面 ROM 就是 唯独记忆体 那是烧进去的 永远都不会变 烧进去的那些 有一段程式 启动程式 就會放哪里 另外一段是放BIOS BIOS就是那个 基本输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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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 BIOS 那现在有些电脑 根本就没有BIOS 所以应该是进去 就只有启动程式 OK 那这个启动程式呢 它 会把 本来在ROM里面的 程式和一些资料 搬到RAIN里面 然后再去自行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 那个资料如果放在ROM里面 你能写吗 不能写 只能读 那有些资料区域 我是要让它可修改的 那我当然要搬到RAIN里面 那个运作 但是一搬的话 你会发现 那我位置就有问题了 我一开始无法确定 它搬到哪里的位置 所以你要很清楚 那个整个记忆体的配置 好 那最后呢 它要设定高阶约的事情 环境 这样子你才可以挂上C C元可以用来写签入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你要先帮C元做一些 基本设定 比如说堆叠在哪里有多大 堆积在哪里有多大 这样才有办法 让C元可以 可以有效的运作 那所以启动程式 启动程式一开始的时候 它会先 先做 那堆叠跟堆叠 那个跟记忆体有谁 堆叠跟堆叠跟记忆体映射 也可以说有关 这个又回到编译器那边 来看一下编译器 来 编译器我们不是有 没有假过他的死心 满进我们的 没有 编译器那编译器 编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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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我把那个找出来 可能对 对 你所说的 会 看一下 哦 不是在编译器里面 是在编译器的前一章 程式译言里面 我们有讲 高阶译言的执行环境 还记得吗 这里 诗译言的执行环境 是这个样子的 程式段 资料段 未诸实化资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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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用放在ROM里面 对不对 但是程式段和资料段 一定要放在ROM里面 好 但是资料段 如果放在ROM里面 资料段不会写吗 不能写 程式段是不会被写的 资料段 如果不能写的话 可能会有些问题 所以 启动程式要干嘛 把程式段 资料段 一起都搬出到ROM里面 搬完之后才开始自行 有很多次这样做 那 搬完之后 他不只搬完之后 他要把堆积段 和堆连段的位置 都确定下来 这样才可以自行 所以启动程式要做的这个动作 那你到底 ROM里面 然后还把它确定 不会 下来 CES 因为你没有堆积 和没有堆积 的话 CES不能跑 就变成说 应该要组合人 对 那 因为组合园 本身就是跟 组合园 然后 因为组合园 就全部我们自己安排 所以 所以组合园 你只要 只要 你知道 你到底在安排什么 那就OK 问你是司议员 的话就不行 司议员的话 你要先安排好 给他一些环境 像堆叠堆积 像资料要放哪里 程式段 他才要放这些 好 所以这样应该了解 启动程式在做什么 好 好 所以呢 启动程式 既然要做这些事情 那启动 到底从哪里 开始启动呢 通常 第一个被执行的 记忆体位置 就称为启动位置 这很正常 比如说0 0的话 如果第一个执行的位置 是0 那他就会 就会 程式计数器 一开始就射到0 OK 那 一开始射到0 那他就会执行 第0的指令 好 就开始执行 所以这时候 那个第0的指令 要放在哪里 第0的指令的位置 区域应该是个ROM 对不对 如果是RAM的话 那一开机 他怎么 是RUN的 对不对 所以没办法执行 所以一定要是个ROM 好 那一个 是一个ROM的话 那他 他就是一定要先烧好 如果你没 你是个ROM 没有烧 那也没用 一定要先烧好 好 烧好之后呢 然后他就执行 那个指令 通常那个指令 是一个跳跳 Jump 跳到某个 米切的函数去执行 OK 好 那 启动程式必须要在电脑一开机 就存在记忆中 所以只能放在ROM 或者是Flash 这种永久性的储存体 那不能放在RAM 不能放在RAM DRAAM SRAAM都不行 那 嵌入式系统 它的启动程式 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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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 有 除了 除了程式段以外 它有 资料段 它有BSS段 那BSS段呢 是 属于那个 未初始化的 所以 不用放在RAM 里面 但是这个都要放RAM 里面 那对Data段而言 一开始放在RAM 里面 启动之后通常要搬到RAM 里面 不然不能写 OK 那 嵌入式系统 启动程式 必须要把RAM搬到RAM 然后再让它去执行RAM 里面的东西 这有点怪 然后呢 所以启动程式 要把自己从RAM搬到RAM 把自己搬过去 然后再执行自己 这有点怪异啊 那应该在RAM里面执行 在RAM里面执行 在RAM里面执行 其实也是OK 但是 你要安排得很好 所以 有时候 它 为了 为了避免错乱 就干脆整个一起翻 因为如果你 你 安排得不够好的话 整个一起翻 你用相对于程式技术器的位置 定制法 会很容易 但是如果你是 你是 程式放在RAM里面 然后在RAM里面 就是去存取RAM里面的资料的话 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RAM的执行速度 跟RAM有没有办法 你配 OK 那第二个就是 你放在RAM里面 它跟目标 BETA之间的相对位置 一开始是这样 后来变那样 你就要处理这件事情 会比较麻烦 所以启动程式的任务 有设定中段向量 启动中段机制 然后设定CPU 和主机板的各项参数 让CPU和主机板 可以进入正确的状态 第三个 将存放在永久储存体的 程式和制度 翻到记忆体 所谓的永久储存体 就是RAM 那记忆体 我们使的是RAM 那设定高阶语言的 直径环境 包含堆叠为记忆 如果M0电脑 我们要帮他写一个 启动程式 我真的写了一个 启动的时候 RAM已经烧入整个系统 启动的时候 会从0开始执行 这是绿色的 硬体就是这样设计的 所以开机中段 必须烧在0的位置上 才能顺利开机 那这时候呢 M0电脑的记忆体配置 我们就让他前面是6K是RAM 后面的48K是RAM 那总共只有64K 然后呢 我就必须要把程式烧到这里 那不能用完RAM 不能用超过RAM 用超过的话 写到RAM是无效的 所以程式一定只能够在这里 资料也只能在这里 BSS没关系 因为BSS是未出实话质量算 所以没关系 那一开始是这样 所以执行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自己呢 先搬到RAM里面 变成这一块 本来是在这里 把他搬到这里 搬到这里之后呢 再从这个位置开始执行 好 那开始执行之后 他就要去分配 像这个BSS到底要多大 未出实话质量要多大 你其实编译完成之后 你自己 你用那个OBJDUM去看 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 这种空间是多大 编译完成之后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呢 要分配堆积 分配堆叠 分配完之后呢 再接到C元 你这时候才有办法用C元写程式 所以启动程式 几乎没有能够用C元写 不太能这样写 中断相量 C元怎么表达 你知道吗 因为你还没帮C元准备好玩 近C元是不能写的 所以这时候其实像GCC那些都有提供像这样的连结档 让你可以写连结档 这连结档很怪异 什么怪异呢 它有一个Section Section是说 Section词 加S词 所有段落 包含了程式段 程式段从00开始 0x0000 然后呢 它说OK 所有的程式码通通都要塞在这里 信号.sxt 这些都是指程式码的那些 那些组合员段落 把它塞到这里 然后呢 所有的资料 资料的那个定义 通通都把它塞到这一段里面 所有的BSS定义 通通都把它塞到这一段里面 好 接下来呢 堆叠段 从FFF 开始算 为什么 为什么 从FFF开始算 因为我们假设有64K 所以最后一个 byte就是FFF 所以堆叠段呢 从这边开始往上涨 对吧 所以可以叠段的从这边开始算 OK 希望没有解放 好 那 启动程式到底该怎么写呢 那我们就不多说 我们直接看怎么写 看一下 OK 一开始呢 他有宣告一些像man函数 s test 中段 中段 中段处理程式 这都是C的 man和这个 这个都是C的 这个不是 那接下来 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s test 的段 那一开始呢 这里才是真正有码的地方 这里通通都是前置的 是不会产生机器 嘛 从这一个指令开始 才会产生机器 所以这个指令开始是0 位置是0 这个指令 jump reset handle 我会放在0 这个会放在4 8 C OK 好 那接下来呢 C之后就是10 10 10 会放s test 的这个jump s test 的指令 然后14 会放push 他一堆push 不是只有一个push 所以后面的位置 就很难算了吧 那 这个swi handler 他会call call cswi handler 问题是cswi handler 是个global global 为什么要先告成global 因为我们要c連习 所以只能先告成global 因为这一段是组合言 OK 所以他先告成global 那代表说这个未定义 当连结最后 连结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会定义 好 所以先告成global 他去call c的函数 那 那c的函数到底长什么样 你看 c的函数 那这边都还是组合一样 还有吧 c的函数 应该是前面 c的函数 这个 c i r q 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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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吗 这时候才能接进来 OK 好 所以呢 有点 有点小不长 对啊 所以你要接到c远不容易啊 这是一个 一个不传之秘哦 在 在这个迁入式系统界 你如果摸了很久 你才会发现 哦原来是这样 但是 但是我现在讲 其实大家没什么感情 因为你没有做过一遍 你做过一遍 你就知道 哦原来 架构是这样没错 等到哪一天你真的做到了 你把这个书再拿来买吧 你就看得懂 不然你会觉得它是天书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人家那个 嵌入式系统的启动车式 怎么看都看不懂 正常 那就真的很难看 好 那接下来呢 啊 这些都是中段的处理 然后最后有一个 reset handler 这reset handler在哪里 一开始这个 D0的指令不就是 reset handler 所以它一开始 就会跳到这里 跳到这里 跳到这里来 接下来它LDI R12 0XD0 这做什么呢 设定状态证程器 禁止所有中段 它把那个中段的I跟T 这两个奇标 把它禁止 那禁止的时候呢 就不会在开机的时候 突然又被中段 你开机又被中段 那会发生很恐怖的事啊 对 开机被中段的时候 你什么都还不能做 居然给我中段 那会很惨 对啊 所以不能允许开机的时候 就被中段 好 那接下来呢 开机的时候 其实可以允许一种中段 就是再开机 OK 那再开机 反正大家要重摆了 所以没关系 好 那再来就是 我把自己搬到RAM 所以我这里 这一段叫Move to RAM 就把自己这段程式 先搬到RAM 那Move to RAM 这一个loop 就是在做 记忆体搬动的动作 自己从原本的 从原本的这一块 整个搬到这里 搬到RAM 好 那搬到RAM 先搬完之后呢 就跳到RAM 跳到RAM LDR15 R15是怎样 R15是层次计数器 合约吧 他把R15设定成RAMCINIT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R15是哪里呢 RAMCINIT 就是RAM的启动位置 RAM的启动位置 然后呢 加上CINIT 就是 这个 这个 待会再看 好 所以他让自己搬完之后呢 跳到那个 可以执行的位置 那 为什么要加CINIT CINIT 是这个 现在知道 为什么要加CINIT 了吗 为什么要从RAM的启动位置 再加上CINIT 因为他把自己搬过来 把自己搬过来 所以 他的RAM的启动位置呢 RAM的启动位置在这里 那前面的层次就是 刚刚的那个 还没进行到这里之前的那段层次 那段层次也是有空间的啊 所以 所以 当我 我进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 要执行的层次 指令不是这个第一个 我要执行的 中间 某一个 所以他要加CINIT 好 所以这个RAM CINIT 是 RAM 通用设成名 通用设成名 这个在清 PSS段 那接下来呢 再做堆叠出实话 把 stack base stack base 这个位置呢 载入到 堆叠在人气 这样堆叠出实话 吧 接下来呢 呼叫man man man是谁呢 就是CEO的组成师 好 呼叫完CEO的组成师之后呢 无穷回圈 因为 呼叫完之后就交给CIEO 所以其实 这边不用 不写也无关 不写也没有关系 因为只要你的man 不要 里面有无穷回圈 其实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 刚刚我们做了一个 奇怪的动作 叫LDIR120XD0 这个原因就是 我们在设这个中段的位置 好 那静止中段 就两个都射成1 就静止 那两个都射成0 就允许 所以我们 用0XD0的原因是 两个都射成1 可以静止 好 那最后呢 你就要用 用 整个 C元 组合元的编译器 做编译 主翼 然后 建置 然后最后把它全部 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 目的档 再把目的档呢 转换 变成一个 印象档 烧入到 你的Long里面 烧完之后呢 就可以 启动 那这时候 你的Mac 就是你整个专案 有很多 C元档案 有很多组合元档案 全部呢 你总不会 一直打GCC 不会一直打AS 所以你就 会写一个Mac file 把它全部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之后呢 变成一个 目的档 变印象档 在上 那这边有个例子 这个板子有点旧 不过还是可以用 我们 那时候 用这个板子 有买这个板子 所以我就把它 整个拿来用 你可以看到 这个实验板 我们还是用GCC 在做建设 但是我们是在 Sidewin 这个环境以下 是Windows的 Sidewin 这个环境以下 有个GCC 也有GCC的环境 那 我们呢 去做 前列出来 我们现在整个专案 是有哪些档案 是有哪些档案 你看有C元档 有RAM的映射档 ROM的映射档 有这些C元档 还有连接档 OK 然后呢 我们先清除 然后再打Mac 然后再根据我们的Mac file 去做建设 建设完之后呢 OK 这些 你会看到 他做出来一个 做出来一个 点 做出来一个 点BIN的档案 那这个点BIN的档案 就是那个 可以烧录的档案 我们把它烧进去之后呢 就 就开始 开始 执行 程式 开始进行程式 烧录 执行 这是烧录的过程 然后呢 传送 因为其实那个 像那种实验板 它本身就会有一些 一段程式已经烧在里面 再让你呢 把你的启动程式传上去 那 它还是可以执行启动程式 那只是在测试的时候 不用每次都重烧 会很累 所以它让你可以 烧在一个 不是它自己 其中的地方 是另外一个 弹性的其中地方 去烧 那烧完之后呢 就自行 然后那时候如果 看到 欸 你的程式 有正确力做 就可以 那采用这种实验板的时候 就是 对于未来如果上 嵌入式系统课 可能就会有类似的板子 那时候 整个流程 现在已经告诉你 它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再做 就会比较清楚 那所以我们今天 大概就上到这边 然后 我们讲很多 这一章会考的 恐怕也很多 这一章会考的 恐怕会有四十分左右 好 那上一章的诸位系统 反正我们从第六章 欸 第六章 对吧 第六章跑到第十一章 OK 那 你自己配一下 如果这一章有四十分的话 那其他章的概率 就只有十分到十五分了 好 可以 稍微 回去 把六到十一章 至少 全部看 全部看一下 十二章有空的话也看一看 好 大概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上那边下课 谢谢